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及其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 最近联名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 《中国的忽略让世界付出高昂代价 北京痴迷于病毒但不关心生物安全》 文章点出了很多具体示例 说明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与中共以大跃进方式 卷起的生物病毒研究运动 忽略国际通行的生物安全措施不无联系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文章作者之一的余茂春 请他就文章所涉及的具体示例做进一步的说明 记者问文章为什么将重点放在生物安全上 余茂春说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本质 中共是理论中中毒最深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 它的理论是买烈主义 但根本上就两点 第一是共产主义的伟大光荣正确 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共几十年的历史 基本上是围绕着 通过各种实践和运动 去折腾中国 折腾人民来证明 这两个理论的正确性 在2003年的沙士病毒大流行 将中共搞得蒙头转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大跃进的镜头又来 这样就发动了一个大跃进式的急功近利的大工程 就是全国动员起来研究病毒 去找出沙士病毒的根源和疫苗 于是中国生化实验室之多令人惊讶 但是如同50年代的大跃进一样 他忽视了要付出人的代价 记者问 就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几乎同时 在2020年1月初 中国农业大学院士李玲 因贩卖实验室动物和牛奶被判刑12年 你们的文章提到左右网民指 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 也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是什么回事 余茂春说 是这样的 但是这些质疑的人 现在已经不在 有人曾当面指 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动物管理不善 包括很多实验用的猴子 很多实验动物 用完就拿去当宠物卖 还有检验人员 吃实验中用过的蛋 这些现象和指控很多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发表文章 批评他和蓬佩奥的联名文章 对此 余茂春说 他们发表的有些文章 充满了文革批判核民的气概 和政治分析和猜测 但没有对我们提出的具体示例 作出任何一点令人信服的反抗